中高点 而3105的稳帽呢 在苹果iPhone以及三星S6等手机厂呢 都对于PA功率放大器的需求强劲之下呢 短期之内的需求将会大于供给 有机会带动营运的走强 来看到4月份的营收呢 稳帽就交出了10.24亿元的成绩单 相较于右边的黄色的柱状体呢 年增率有54.21个百分点 而累计今年前4月的合并营收38.4亿元 年增了6成4之多 不过呢这个股价涨势不如红杰克的稳貌呢 今年以来虽然说也有38.51个百分点的涨幅 但是除了没有突破2012年 也就是刚刚挂牌那一年的历史高点 52.8之外呢 我们看到今年的表现 3月份创下了43.8的今年高点之后呢 4月跟5月的高点也都是越来越低 不过大股东的持股跟股东人数呢 这个情况跟红杰克类似的红色线条往上 蓝色线条往下 因此只要红杰克不死呢 那么稳貌还是有机会可以同步跟进 只是说这个涨势可能还是会有所差异的 而稳貌昨天上涨了1.11% 还是不如红杰克的表现 不过呢也站上了10日均线 并且突破了绿色的这条月线